兩岸之間 我也講說韓醫生 兄弟 保我百年平安 的確 兩岸之間也不要搞得這樣 劍麻奴章 兩岸之間 我也希望能夠和諧相處 何則兩利 真則兩害 如果蔡英文換了陸委會主委 出泰山 他比較會笑 那所以會不會是一個 兩岸之間會稍微有短疾 我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還是蔡英文 你蔡英文本身你的態度 你是不是真的想談 你真的是不是想坐下來 想兩岸之間真的進行溝通 你想談的話 你有100個理由 有100個方式可以談 你不想談的話 你有100個理由 100個方式可以不談 就看你嘛 運用寺廟存乎一新 看你要不要 那你最簡單 我剛剛講 眼前最簡單的就是蔡英文命令出身上 不要再講武漢肺炎了 這簡單吧 在外方你不要渲染 不要誇大 我講武漢肺炎 並沒有這個歧視的意思 這只是便於識別 開始是他那邊來的 開始到現在已經很多地方都有了 你開始叫叫也就算了 人家現在都不叫 為什麼你還叫呢 就是惡意嘛 這個不是歧視 這是羞辱人家 故意污名化人家 不是歧視 他說我不是歧視 我同意這是歧視 這比歧視更惡劣 更糟糕 十倍百倍的羞辱 跟這個污名化 那蔡英文不能叫他改嗎 蔡英文不能叫他改嗎 你這個都做不到 你談什麼兩岸之間的和諧呢 這這麼簡單一件事嘛 今天開始叫蔡英文多講幾次 COVID-19 新冠肺炎 不要講武漢肺炎 你做不到這一點 現在都不要看